據我所知道 從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知道 基隆捷運第一階段 目前已經巴塗到南港已經核定了 請問什麼時候完工 什麼時候通車 能不能給我 給本席跟基隆市民 一個比較明確的時間 好 我請部長回答你 跟委員報告 目前基隆捷運 環評跟綜規都合定了 所以現在是在新北市政府 他會來做興建的工作 那目前是在民國123年完工 目前的目標是123年 基隆市上班人口只有17萬人 當你有將近11萬人在台北上班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會不會覺得 對這個政府感到非常的失望 委員 我跟你報告 你談國道 因為國道要走高速公路 不穩定 班次 所以一般 像基隆市全國公共運輸 使用力第二高的城市 所以我們現在才有基隆捷運 就是說當你一定要培養 平常一陣子一定要這個捷運 部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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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個我要跟你說明 那個巴督到基隆 也不是不做 當時討論就是拆遷了 課題沒辦法克服 所以留給下一階段 部長 我覺得如果比較務實一點 你講到基隆捷運到巴督 我希望會規劃能夠照照你實施 我希望我在有生之年 我看得到基隆捷運進基隆市區 但是比較現實的就是說 你的Feeder System 要不要趕快做一做